大家好,我是三秒,这个写肥菊淘桃上岗 那么之前我做过一期讲这个李师傅他的这些在外面的猫啊 那么这些猫不是流浪猫 那么这个虐杀的话是要追究责任的 那么这些猫在我至少录这期视频的时候还是好好的啊 那么在这期视频底下有人会说啊 因为我在那个节目里面提到这么一件事情 说李师傅他去尽自己的所作所能去帮助几个生命 这比那些天天高唱着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 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然后就有人给我流离了 非常非常长篇大论的这个留言啊 虽然这个底下就有朋友说你累不累啊 那我还是把它看完了 他的意思大概总结一下 他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其实并不是像你说的那样子 然后你把李师傅做的 比如说救助几只猫 跟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放在一起 你这叫强行类比 你这叫扯 那好 我们今天就不妨聊一聊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以及我为什么认为就是这种高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这些啊 它叫对比不叫类比 那么这些事情跟李师傅的所作所为 为什么我是可以把它放在一起的啊 那么当然放在一起不意味着类比啊 你就比如说这个 至善之人和至恶之人 把这放在一起绝对不是为了类比啊 好 我们就来说说这样的一个事情 有人说啊 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像很多的儒家经典一样 请注意他的意思就是说 儒家在先秦的时候 这个样子跟之后啊 这个董众书篡改之后 这已经完全完全变了味儿了 那么最早时候 先秦时候的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绝对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去唱空口号 那我们来看一看 这句话最早的出处礼记里面啊 他说这个为人君者啊 欲平天下者必先啊治其国 然后再次必先齐其家 然后在这之前必先修其身 也就是说在这个里面 他设想了一种圣王 这样的构想啊 圣王啊 这样的圣王在道德上是完美无缺的啊 那么如此之圣王 他一切都是完美的 那么他从身从家从国 这些角度无可挑剔 那么天下可孕于长 那么之前啊 那位留的很长言呢 说这个话是给先秦的士大夫去说的 这不是 你看从这个语境上来讲 这是明确给先秦至少是周天子的这一支 能够当周天子的人 穆天子传啊 或者说你说周昭王 或者说你说是周幽王啊 周幽王这人不太好 是给这些人说的 你哪怕是这个能够辅佐周天子的人 对不起 你想平天下 你这叫尖阅了 那么这句话从内在的逻辑上讲啊 意味着就是如果你想平天下 你就必须做到前置的以上这些条件啊 那么这些但是这不意味着你做到前面的 你就一定能够平天下 这句话你如果从内在的逻辑上讲 你是要倒着去理解的 而不是去正着去理解 只要我修了身 我接下来就要起家 我接下来就要治国 我接下来就要平天下 他不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你回过头来 你假设真的有这么一位圣王 他真的平了天下 那么你回过头来看 他之前先把身给修好了 再把家给修好了 再把国给修好了 就是当你回顾周文王 周武王的创业历程的时候 他怎么能够把天下平了呢 哦 身OK 家OK 国OK 然后天下就OK 当然这是儒家学者的一厢情愿 而绝对不是说 我修身的目的是为了干这个 接下来的目的是为了治国 接下来的目的是为了平天下 这是从内部的逻辑上讲 从外部来讲 这些讲的是不是事实吗 很可惜 这种圣王的这种构想 很可能就跟事实相离甚远 我记得我讲过一些周初的分封制 那么周对于中原来说 他是一个外来的 intruder 外来的一个侵略的一个部族 那么他在中原这个地方 他所谓的礼其实是一种威慑 更多情况下 他不是那种温文尔雅的这些东西 所以说啊 圣王可能从来就没有出现过 包括周文王 周武王 周公这些人 历史上是确有其人 但是他们绝对不像这个儒家 他们说的那样 伟光正高大上 那绝对不是说这种道德上无可瑕疵 这样的一些人啊 那这是奇异 第二点啊 就是如果说先秦的那个时代 我们都是贵族的时代啊 那么这句话我们说已经很清楚了 是写给周天子那一只看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即使你是激性 你不是周天子这一只啊 那么不好意思 你治国平天下这种东西 你想了 就是监狱啊 你就比如说那个什么 那个春秋初年的时候 郑庄公为平王亲世 那么郑庄公啊 郑国 他是激性的诸侯国 说起来 那个可是周宣王那个时候 分出来的一只 跟周天子关系相对来说 比较近的一个激性的诸侯国 那你想平天下吗 不好意思 你只能为平王亲世 那么你真的有人说 这句话是写给这个 就是有志于从政的一些贵族看的 他们就可以去修身 可以去习家 可以去治国 可以去平天下 注意这个并不是递近关系 这些啊 首先递近关系本来就是不存在的 你得从反的去理解 就是你感叹你平天下了 一个人的命运 不但要靠自我的这个修身 也要考虑到历史的形成嘛 对不对 那么第二点啊 就是你不存在一个说 这个地位稍微低一点的贵族 你去干这件事情 你能想象 季国的六卿在他们那个时候想要平天下吗 对吧 能够把家弄好就不错了 不然何以肇事孤而乎 你能想象田氏戴琪的时候 他们的梦想是平天下吗 这个你想都不要想 只不过在春秋末期 孔子坐春秋 那个时候 第一 这个孔子恕而不坐 他对于很多的古籍进行了整理 但是 这个整理的问题 那么我要说这么一句话啊 就是 我们承认这个 汉朝之后的这个儒家走歪了 但是不意味着 先秦的儒家没有问题 那么最大的问题在于 孔子对于过去进行了一种 过于美好化的想象 他所谓的整理古籍是把很多的 这种圣王的理想 给 加速启动 那么第二 那么孔子整理这些 其实是打开了很多 平民子弟 所谓的围观之路 但是呢 他讲的又全是贵族的东西 我记得我之前 推荐过一本书 吗 我不知道啊 叫刨瓜啊 对 我家那个狗狗 刨瓜 那名字就是因为我当初看那本书的时候 收养了这只狗狗 所以才起的这个名字嘛 那个里面 刘伯老师就说的非常形象 说孔子这个人叫 他其实就是一个刨瓜 什么叫刨瓜呢 葫芦 中看 不中用 当然我这个不是说我们家的狗狗是怎么样 说孔子啊 他摆出了一个向前冲的姿势 脸却向后看 整个就是一个别扭的样子 所以说这句话 你除非真的是针对那种周天子的继承人 或者说你放在现在 就是那种 我今天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刚看到一个新闻 那个是宇宙无敌 大元帅金正恩去打把的时候 枪枪持环 你能达到这个境界 或者说你扔个十字上去 就能把美帝的飞机砸下来 他三岁开汽车 八岁开飞机 这种样子的人 这句话可能对他来说 多多少少有点参考价值 但是很不幸 你看这些最高统治者 有哪几个人能够做到这种圣王标准了 从古至今找一个 找一个 这事实上的圣王 有吗 好像不太有 当然你如果认为周温王周王那就是圣王 或者你如果真的认为金家的那个三胖 他就是圣王 你就当我没说这句话 那么接下来 那么我们说在先秦之后这句话 当然我说先秦之前 这句话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第一他适合倒着推 不适合这样看 第二他适用范围都不是给秦大夫 真的是给那唯一的一个天选之子 那么到了这个秦汉之后 这个很多读书人真的是以这个为己任 那么以这样为己任 那这样的情况很多人总是设想 只要我做到了这个 就能做到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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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根本就不是这样 所以你看我这里又拿出来了这个张宏杰老师的这本书 叫这个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对不对 你看这个 这个里面 讲海瑞的那个地方 就能够非常非常的去 把这句话给讲的很深刻 你看这个海瑞年老的时候 一生的雄心壮志 终于消敏 他现在可以基本断定 自己的一生是失败的一生 这一生 他吃了常人所不能吃的苦 为何 修身吧 承受了他人难以想象的压力 放弃了人生诸多乐趣 他把自己活生生的生命压榨成了一块碗屎 却没有做成碗狂蓝一巨岛的中流砥柱 洪水轻易的把它从一个角落冲向了另一个角落 对吧 你看他年轻的时候 你看这个儒学为那个时代的人们提供了极富诱惑力的远景理想 对社会来说 只要人人都遵守圣人的教化 这个社会就会井井有条 正于大同 所以个人来说如果你刻苦自立就会达到这个圣人的境界 那只要就 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把中国这个几千年给坑的非常非常的散 所以说这句话 那么我们说被你扭曲之后的儒学 被所谓的扭曲之后的儒学 它是什么样 我们自无必及 就算是先秦的儒学里面 这句话它写出来它也是非常非常有问题的 当然了 这句话它能够流传甚广 那是因为这个很多的人 很多的这个知识分子读书人 他会有一种自我圣化的这种倾向 而这句话刚好跟自我圣化的倾向达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强的共振 共鸣 所以这句话就能够流传开来 所以说哎呀 我记得我见过很多人的微信的签名 包括这个过去QQ空间签名就是这个 要么就是那个什么为往盛季绝学 为万事开太平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哎呦 这个您为往盛季绝学 为万事开太平 您不嫌尖阅吗 那么当然了 这句话如果再说的尖僧刻薄点 应该是我说的 对 三喵说过的一句话 我之前做过一期节目 讲到过一个日本的所谓的马列主义分子 后来怎么就变成226兵变的这个幕后知识者 叫北一辉啊 那里面我说过这么一句话 说对于知识分子和文人来说 尤其是对于东方的知识分子和文人来说 解天下苍生于道玄 是他们的一种刚需 如果天下当生 倘若竟然没有道玄 那么他们创造条件 宁可把苍生道过来 也要把它再给解救下去 以此才能满足自己的这种圣化构想 这就是若把苍生道过来 上头戏来 下头粗 这就是文人很多心里不可言说的底层的机密 所以说这样的一些事情 顶重要的是干嘛呢 对于很多的儒家经典里面的话 对于很多文人的话 要做到切媚 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时代的人们顶重要的一些事情 都已经2024年了 你说不对啊 三秒 这个交付里面不是也有一句话吗 说一个男人啊 首先重要的是实现自我价值 然后是照顾家庭 然后是这个 对周围的人有良善 第四个是我忘了 第五个是 对国家做出一点贡献 你看这不是也有类似吗 哎 这句话的重点在后半句 重点是什么呢 这个顺序不可颠倒 如果有人颠倒了这个顺序 这个人是值得怀疑的 你看过有多少人 对吧 所谓的这个家人也不顾 对自己特别很 胸怀大志 这种人有一个算一个 都是混蛋 对吧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李师傅 他的所作所为 和这个天天念着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 就是没有条件 也要创造条件 把苍生倒选的那些人 是可以放在一起 进行对比的 对吧 那么我不认为 这两个放在一起 有什么不妥之处 当然 逼人学渣之间 迎见孝心 今儿咱们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点亮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